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 我放弃了朋友眼中 忧郁稳定的工作 离开了深圳 回到了父母身边 辞职的时候 上次问我 为什么一定要走 我隐忍着一丝泪水 心里白转千回 只说了几个字 我在这里 没有归属感 其实直白点说 就是因为我跟男朋友分手了 想离开这座城市 回到父母身边 你会跟我一样吗 回去的时候想回家 因为一个人 我们 去了一个完整陌生的城市 可同样也因为一个人 我们开始想要逃离 没错 我是逃着离开这座城市的 因为活在没有他的城市里 我才可以偶尔忘记 我之前听说 分手的人重新复合的概率是 82% 但是复合之后 能走到最后的概率 只有3% 可即便只有那3%的概率 我依旧 想要跟他重新在一起 我总以为 只要我低声下气 只要他还在我身边 我们就能和好如初 可是我错了 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 我们好像真的回不去了 在最后一次和他的争执中 我的委屈昏华到了极点 当时我脑袋里一片空白 只想着回家 我压低了声音 忍着哭腔 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一下子就感觉到了 我的情绪不稳定 他着急地问 我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有人欺负我 我努力地保持着正常的语气 跟他说 只是觉得 这里离家太远了 想回家 我爸很高兴 一个劲地跟我说回来好 他说找工作的事情不用担心 他说 他已经养了我二十多年了 不怕再养我一辈子 当时挂掉电话 我就忍不住了 蹲在地上哭 我哭自己何德何能 有一个给我温暖家庭的老爸老妈 我哭自己的胆小和懦弱 受不住感情破碎的孤独 就要逃离回家 我哭自己的不争气 继续待在深圳 就会控制不住 想去找他 我哭自己都已经跟他画上了句号 可还是舍不得离开他 你相信命运吗 沈宗文说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 结果 却又如宿命的碧人 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 虽然命运的浪 把我和他现在的生活轨迹 派打的天各一方 可我总觉得 这是冥冥之中 老天爷对我们两个最好的安排 离开 是新生活的开始 我再也不用纠结上 要不要去找他 因为现实的距离 和种种原因 根本不允许 也不会在睡醒之后 着急地翻看手机 生怕没有及时 回复他的任何一条消息 新生活里 没有争吵 没有眼泪 只有 看开 放下 平衡 开口 我们的他们里 有这样一段话 我非常喜欢 说你要等 你要忍 一直要到春天过去 到灿烂平息 到雷霆 把他们轻轻放 到幸福 不请自来 才笃定 才坦然 才能在街头 淡淡一笑 对 春有春的好 春天过去 有过去的好 以前 我从不敢向你 离开之后的生活 但现在看来 一切 都还挺好的 你要好好爱自己 在 没有我爱你的日子里 我爱你 因为 我们会等他 在白色 好 词 录像